上一堂就讲到这个恩识分解的最终目的 就是想将一条代数式,就像这一条 将它拆开成为一件东西,乘以第二件东西,乘以第三件东西 如此类推,起码会拆开成为两件或以上的东西,相乘在一起 这个就是目的,事不宜次 那么,马上看看第一条怎样 第一条呢,我们看到有一条代数式就是这样的 3x加6y加15个c2 那么呢,大家看到这里,这三个terms呢 这三个东西各自都可以同时随以三的 可以让三整除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拔个三出来 拔个三出来 那里面的东西就放在里面 x加6y除以三就是两个y 然后再加5z2 那么,这条数就做完了了 那么说的东西呢,就是将前面这条代数式 拆解成为两个或以上的东西嘛 那第一个就是那个3啦 3是一个,都是叫代数式来的 你可以叫它来看那条代数式吧 或者有时可能可能,未必是只是抽个数字 或者抽个未知数出来的 那然后它乘以另外一个代数式 就是括弧里面的这一块东西啦 那么我们成功将一条长的代数式拆解成为两个东西 成在一起 这个就是因式分解了 那么有时呢,你看到呢 例如,有1,2,3,4,这里有4样东西 AC,AD,BC,B,D 那那些CCDD,ABCD都齐了的 那而我找不到有一个term 可以同时存在在这4个东西里面的 那这样就不可以用上面这个方法了 那怎么样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grouping了 要适当地把它group在一起 因为,例如这一条这样吧 我们将,例如,头这两个term 同时都有A 而后面这两个term,同时都有B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group在一起了 我们A,然后里面有C-D 然后减 B 然后减 B 那记住,我们拔个B出来的人呢 拔个B出来 那这个减 BC这个term 拔了个-B出来,那就剩下C了 那但是这个加BD这个term呢 拔了个-B出来呢 我们会变成只是减 D 那这个减 B 那这个减好呢,要注意 那这个减好呢,要注意 那这个是第一步 那然后我们看看 那我们还有一个common factor 之前我们group在一起 就有两个A 又有两个B 那我们这次又有一个common factor 就是C-B 那我们又拔出来 那我们又拔出来 等于 把C-D拔了出来 那剩下的 将它用一个括弧 入住它 那就是A-B 那这条就完成了 那我们又是成功的 那将一条4个term 加加减减的 将它变成两个东西 成在一起 那下一条呢 基本上跟上面那条 差不多的 那我们又要 比较 适当地 就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 组合 好好地将它group在一起 例如我们看到 嗯 后面这个term 同时也有G 注意 那就OK了 因为你figure 例如这里有四个东西 你figure out 你选择哪两个group在一起 那剩下那两个东西 就自然要group在一起 对不对 那我们试试吧 A个 A个 等于 前面那两个group在一起 那我们就说有个F F 然后F-H 先写得好一点点 然后又有个G 加个G 把其他东西放下来之后 把其他东西放下来 又是F-H 那这个不用说 F-H 先写出来 然后就是F加G 这个就是答案 那其实呢 一条式呢 有时会容许你第二种grouping的方法 基本上我so far 你怎样group 我不理你 我最终的答案 就是 要group到这一块 和这一块就可以了 那我今次就试一试 用另外一种grouping的方法 例如我看到 这一块有H 而这一块又有H 那可以怎样做呢 那我今次用 这个紫色来做 那既然是这两个group 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先做了 F-Square 和F-G 一起吧 又是啦 拔个F 出来 前面有F 后面的F-G 就剩下一个G 那然后 减 这里有个H 这次是用H这个 term 减 H 然后前面这个 是F 就是 减 减 F-H 拔了个-H 就剩下一个正F 减 G 拔了个-H 又剩下一个正G 那今次呢 common factor也在 common factor就是F加G 所以我们可以拔个F加G 所以我们可以拔个F加G 然后剩下的就是F-H 那如你所见呢 这两个东西呢 计出来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是放在前面 一个放在后面而已 那 乘数来说 大家 的乘法都已经学过 三乘以二和二乘以三 得出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呢 这两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呢 说完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 那总之你所见的答案 可以令到它 拔了 变成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 Factorization的方法 就OK的 Work的 Acceptable的 那还有一条呢 就 是这样的 你见到一条 好像很惊吓 那不用怕的 这一条可以 看见到 看见到 这两个Term一齿 那三和二十一 看见到 好像有得脱 那呢 那呢 就拔个三出来 拔个三 Xquare 前面 剩下一个X 后面 加7 那 后面这一块 呢 就拔个-5 出来 前面剩下一个X 后面又是 了 负 正 得负 有 正7 然后 common Term 是这个X加7 那 所以我们 就拔个X加7 出来 然后剩下的 就是 3X2 square 减5 那 那这条又做完了 那 今天再做多两条练习 那有时呢 你见到呢 有些数呢 就很奇怪的 他会好心做坏事 似是帮你 勾起了某一部分 但是这样呢 是没用的 因为你最终 其实都是要拆开它 那 在拆之前呢 但是我们又见到 它真的有一个Covient Factor 是这个4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抽出来 抽那个4出来 然后把里面这些东西拆开 那所谓拆开它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 承回进去 对了 4 抽了这个4出来 第一个Term呢 就是MN乘以这个kSquare MN 再乘以kSquare 然后加这个MN乘以1 就是MN 然后减 这个k乘以mSquare 然后再有减 这个符号 有时候你抽完4之后 会整天都会不记得这个符号 这个是-k乘以正N Square 也就是-kN Square OK 那搞定了这一步之后呢 然后我们又 参举五个Term 啦 那我们浅试一下 如果不能这样 基本上 definite 所以就还原之前 使用另外一种组合方法 来看一下n 辅 raison 大致上 音色分解还是这样做的 不 提 ago 提取功音色法 tri 벌 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随便找两个Terms在一起,看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我们再试试第二种方法 那基本上,由于上面 它就选择,因为我刚刚就这样成出来的 所以如果整理第一个和第二个Terms在一起,就会基本上变回上面那条席而已 这样就不好玩的,我们就试试 第一个Terms和第三个Terms 看看行不行 4,里面是有什么可以抽的 可以抽个K和AM 里面只剩下NK 然后,这个 剩下一个-M 然后,加一个N 这个剩下一个M 然后,这个 这个呢 拔完N之后,就减KN 家里有时候就会遇到这种取怪的情况 那看到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 刚刚好 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些符号有些倒转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可以将它变成 抽个符号出来 这个抽完的符号出来的话 刚刚好倒转的次序 KN-M 但是外面多了一个符号嘛 那就正负变成得负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又割在一起 这一块 和这一块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有4 KN-M 然后,剩下的就是 KM-N 那,又做完一条 那,至于下一条呢 这里又有三个东西 那我们首先,最抢眼看到的呢 就是有一个帥哥的数字 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先拿一些数字来开刀的 例如有个2 里面剩下的就是 P-Square 加 P-Q 加P-R 这个可以再抽出来的 不要紧要,再多写一部 P-Q-R 然后,手边这个又剩下P-Q-R 很简单 很简单 拿Common Factor 一看就知道就是P-Q-R 那我们首先就是 抽个P-Q-R 出来先 对了 然后,用一个大壳户 装着剩下的这一堆东西 这个就是2P 那这个2P 这个减,没有东西 减,没有东西 就是1 因为是-1乘以这个东西 所以剩下这个是1 这样 这里就示范了六条 如何靠grouping 拿Common Factor出来 去做到这个 恩识分解的方法 这一段时间 就会再来做到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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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